大家好 今天要來解說拉鍊長頰的製作 首先帶大家先來了解一下這次材料包的內容物品 5號雙向YKK拉鍊50公分 5號YKK拉頭一顆 3號YKK拉頭一顆 3號上下紙一套 3號YKK拉鍊20公分 扇形皮片兩個 拉鍊禰錢袋皮片兩個 到時要把拉鍊安裝在中間後 对折起来像这样子的 卡片外夹成皮片两个 卡片内夹成皮片也两个 钞票成皮片两个 内皮片一个 最后外皮片也一个 第一步我们先来把外部的五号拉链做粘贴 先将拉链左右拆开 一开始要先把拉链粘贴在外皮片这三边有缝孔的位置 我们下期再见 第二步来粘贴里面3号拉链的领钱带 可以看到拉链带的皮片四边缝孔 有一边是没有打到满的 这一个边就是要粘贴拉链的位置 先来比一下好确认要安装上下纸的位置 因为在上下纸后面的拉链牙都要拔除 所以后面我们要先拿笔 在要拔除的拉链牙的位置上做个记号 这样等等才知道拔到哪一颗该停止 现在记号都最好了 重划了记号之后的牙都要拔除掉 哇哦 拉链牙都拔好了 但是呢满棚子都是拉链的残骸 我们先来把桌面清干净 接着呢我们把拉头过一次拉链 让拉链先合并起来 好可以做贴合的动作 贴合完成之后 别急着把拉头装上 先放在旁边呢等它干 避免因为胶还没有干装拉头的时候 因为拉扯而造成拉链的异味 今天的步骤就先到这边啰 后面的做法会陆续剪辑在Part 2 不要忘记要持续关注皮老板的频道 皮老板 感谢您的收看 记得帮忙按赞跟分享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们 可以按右下角的订阅按钮 订阅皮老板的频道 有新的影片商家都会有通知 想跟小编互动 或是购买材料包的朋友 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小编都会一一回复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